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合Adria推出完整的企业资料防护三合一解决方案 整合云端备份 灾害复原以及智慧监控 那现在画面看到的是我们的team 现在也全部都在现场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将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间段我们邀请到讲师Albert来为各位介绍传统跟云端备份上的差异 并介绍如何在Adria上进行云端备份及灾害复原 那第二阶段会有讲师Bob分享如何运用智慧监控服务 来协助您的企业降低成本提升效能 把透过智慧监控所减省下来的时间跟成本 专注在更多企业的本体上 那首先我们先来欣赏Microsoft Cloud的一段介绍影片 那接着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主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Transform Business 我是Microfusion的架構師Albert 然後我今天主要會再介紹於 Backout跟DB解決方案 怎麼樣去實作 還有我們實作上所會差異到的東西 我們注意到東西的部分來說 我們可能會注意到比較多的東西 然後我們如何啟動企業雲端的備份方案 然後我們備份方案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說 我們大家可能都會想到 備份是一件很頭痛的事情 因為我們備份需要注意到很多東西 像我們傳統上的備份來說 我們可能會說 我們需要考慮到的是可靠性還有成本 我們可靠性的部分來說 老闆可能會要求說 我的東西要非常可靠 那我們會考慮到的是 第一點異地化 第二點差異化 然後第三點是備份的紀錄 然後第四點是我們回復的時間 然後 在異地化的部分來說 這部分來說可能是會影響我們成本最大的地方 因為我們可能是有新租機房的成本 因為我們可能是說 您現在可能是先放在中華電信的機房 然後可是我新的 新的一份備份可能是怕說中華機房出問題 那我們可能會再去租一個機櫃 然後 然後 然後差異化的部分來說 可能是影響到我們檔案的大小 因為我們可能來說 我們每天差異化的部分 可能到一G兩G 那變成是說 我們可能總檔案一G兩G 總檔案可能一T兩T 可是我們每天增加一G的話 我們一年也是增加365G的量 但是我們實際上 的檔案量應該都是遠超過 特別是有些設計公司 他可能一天的檔案量 差異化可能就已經到了一T兩T的程度 這時候來說 我們做差異化備份的時候 我們會影響成本會非常的多 然後第三點來說 備份的紀錄 我們的備份來說 我們一定要有相當程度的紀錄 如果我們沒有相當程度的紀錄來說的話 你不會知道什麼時候備份 然後 而且備份完之後 你不會知道說 我這份檔案跟我上一份檔案 到底差異在什麼時候 如果說你的user 是要拉三天之前紀錄 可是你卻給他兩天之前紀錄 他所要的東西 你給他的是錯誤的東西 這樣的話 這個備份來說就是沒有用的 第四個是回復時間 像我們如果發生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回復這個檔案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 呃 我們在平常時候 我們可能是說 因為成本的關係 我們在注意用限錄的時候 我們 只考慮到我們差異化備份的時候 可是當發生問題 我們要將所有的檔案倒回來的時候 會 有可能會發生說 我要把所有檔案倒回來 我需要三天 五天或是一週的時候 這時候 這個備份來說 可能會影響到公司 造成公司重大損害 然後這個被 這個來說 可能就是會影響到 您 您的烤機 或是一個 您 對您來說是一個相當不好的 一個 一個服務 會影響 然後像成本來說的話 我們成本 我們通常來說 我們在評估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到 新駐用機房的成本 如果您本來 本身就是有兩個機房來說的話 這個成本會相對比較低 然後第二點是設備的成本 然後我們設備成本來說 我們會有 我們基本上至少要購買一台Storage 像Storage來說的話 我們市面上 如果是比較考慮大品牌 像HP IBM的話 一台Storage 30萬是基本 50萬 可能是才差不多 然後第三點是網路成本 因為我們隨時要備份 然後現在市面上 所有的線路 我們都是 都是卡密到一個 我們都需要卡密一個量 然後像10MAY的話 10MAY 10MAY一個月租用來說 可能就是3千塊 5千塊的成本 那這個來說 是一個相當高的成本 然後第四個 我們人力維護成本 我們是不是 我們要注意一下 我們設備是不是有問題 硬碟是不是有問題 我們可能要換硬碟 然後 尤其費用的部分來說 設備採用的費用是非常驚人 因為 我們來說 我們的 像我之前帶的公司 我們的大家 資訊採購設備來說的話 光備份這件事情 我們 我們是經營的三五個網站 我們的設備備備份來說 我們一年就可以花到一百多萬的備份 因為 我們備份Storage 以Storage來說的話 有些人會擔心 放一份不夠 還會放兩份 那我是不是要採購兩台設備 這樣我採購兩台設備的時候 這樣的話 我的費用是 double 隨隨便便來說 買到一百萬的設備 是很 很稀鬆平常的事情 可是我們如果 公司沒有給我們那麼多預算的時候 又要我們做這件事 其實我們是相當 不容易的 然後我們在雲端備份的成本優勢 像我們傳統來說 我們一櫃 一櫃一個月是一萬塊 然後 時面線路是三千塊錢 然後我們隨便買一台 比較簡單的設備 20T的儲存設備 大約就需要三十萬 可是如果我們導入雲端來說的話 我們傳輸 傳進網路費用 可能就是免費的 而且我們傳出的流量來說 我們可以去找一個 比較便宜的線路 平常時候只要 應付傳入的 量就可以了 像這部分來說 相對 是一個非常划算的地方 然後儲存費用來說 每一均儲存費用 是對大家來說 還蠻便宜的 因為以我經驗來說 每家客戶算完都覺得很便宜 然後流量費用的時候 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要被分回來的時候 這個部分來說 你一均大約十塊台幣 可是你這個東西 不是你每天要用 當你遇到問題要傳回來的時候 你可能花個五千塊 一萬塊 把檔案拉回來 這個 這個來說的話 比你平常的時候 花那麼多設備錢 大家說很少 而且說真的 你不一定會遇到 你為了一個不 不一定遇到的事情來說 你可以 你這個費用來說 比如說 你平常的時候 就可以不認定 或是一個編列 一個預算 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 再把它處理掉 然後第四個 頻寬不限制 因為我們 在 在Cloud上面的話 因為是 這個頻寬 去 一定遠大於 你們家 自己拉的限度的頻寬 所以說 如果說 你的頻寬 你的頻寬來說 你不需要花到那麼多錢 你平常的時候 可能是說 我用一條 家用的線路 像中華電信 100Mbps 40Mbps 或是100Mbps 以100Mbps 100Mbps 以100Mbps 100Mbps來說好了 我這樣辦起來 才1000塊 可是 重點是我可以做到 我專業線路 做到所有的備份事情 然後 雲端 成員之優勢來說的話 機櫃費用 加線路費用 我們平常的時候 維護費用是 13000塊錢 每個月 然後如果說 我們去跟 這些IDC業者談 我半櫃的優惠 可能是650 然後可能我設備 比較小台 更小台 我可能到3500塊 就可以租用到了 可是我這個費用來說 我3500塊 我可以在A9儲存體上面 放4.7T的檔案 然後基本上 以4.7T的檔案來說的話 這個價格來說 應該是足夠應付 大部分中小企業 除非是少數的設計公司 但是少數設計公司來說 你的 你的備份費用 本身就是會 比這個高很多 所以說 這個來說 通常來說 你可能備份費用 只有20% 然後另外一個 可能大家會注意到一點 是說 那 我這個在Cloud上面備份的 這個方案 這麼便宜 可是 我是不是還要買 像市面上現在很多 第三方的Solution 然後 這些軟體來說 我們可以去 就是大家都號稱說 可以幫大家 很快速的備份 可是一個授權來說 隨隨便便一個授權 一萬兩萬 這個來說 是不是必要的 我覺得 這不是必要的 因為在A9上面 官方就有提供 至少兩樣工具 像 在 可以用ADCopy 或是 或是A9CLI的方式 去 就將你的檔案 去備份到儲存體上面 而這些工具 不用錢 這都是免費的 在微軟官方上面 是已經都有提供的 然後 而他們來說 誒 我看到有一個 有一個先生問一個問題說 如果我這樣傳輸的話 是需要 多少的時間 那 我這邊來說的話 我先回答一下 您的問題 然後 這個來說 備份上來說的話 其實我之前經驗來說 因為 我有從IDC集訪 跟我們一般家用線路 有備份過 如果 我遇到的那一次是 120萬個檔案 總共 因為大部分都是圖片跟檔案 它總共有400多G的檔 400多G 然後如果是以IDC集訪來說 如果它速度不限制的話 大約可以到達200M的上傳 然後 它 因為它稅檔比較多 交換時間比較長 所以它大約花了4個小時 然後 如果我們用家用網路的話 大概需要一天半的時間 然後 如果是說 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你一般Storage 如果是兩台備份來說 兩台Storage 互備 互備回來的話 大約也是要兩個小時 所以說 這個時間差來說 只要你的時間 沒有非常 非常的及時 都可以接受 而且 有時候你要 兩台Storage 互備 然後你可能要把它扛回來 光開車把那台 機器扛回來的時間 可能就不止這個時間了 然後 另外 一點來說 如果你要達到 兩邊都有這個 這個速度來說 你可能把那台Storage 備份回來 呃 您的線路 可能需要拉到 100M以上線路 100M以上線路 一個月 30萬 30萬 的成本來說 可能是比較不適合的 然後 回到我們現在 剛剛這邊 呃 我們的平台 呃 像剛才這兩個 備份工具來說 我們 一個是 ADCopy 一個是Cli 然後 這兩個來說的話 ADCopy 是屬於 存 呃 Windows環境而用的 然後 而我們 Cli的部分來說 Mac Ninus Windows 全部都可以用 然後 我們備份類型來說的話 我們 ADCopy 我們可以達到 完整備份 跟增量備份 然後 如果 然後增量備份來說的話 就是如果我現在 我們今天原本 備份檔案有10個 1到10 然後 當 當我下一次備份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新增一個 新增一個檔案 第11個檔案的時候 我在 我在備份的時候 它可能是1到10 因為沒有修改 所以它就不再重新上傳一次 它只上傳第11個檔案 然後 可是如果是 Cli的部分來說 它基本上 目前來說 只支持 只支持完整備份 所以說如果 它要備份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一個 完整的傳輸 然後 這個部分來說 可能是需要較大的頻寬 但是 只要你備份的頻率 或是你可以 在你本機上 做一個 備份 備份上的切割來說的話 這個 這個來說 對你 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 而且可以降低你的成分 然後 我們這邊來說 我們這邊會來個 ADCopy的操作示範 然後ADCopy的下載安裝來說 是非常簡易的 只要我們在Google Google 或是搜尋項上面 搜尋ADCopy下載 我們就可以找到 Microsoft官方的 的頁面 這邊 就是一個 非常 它會 簡易的教導我們 如何要去安裝 像這個的話 就是下載頁面 我們只要下載安裝 基本上 就可以 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你可能要特別注意的 一點是說 ADCopy所必須安裝的是 我們必須 我們它還是有些相應性軟體 但相應性軟體 這些都服役的 我們可以直接使用這些東西 然後直接去下載 安裝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安裝ADCopy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在工具列上 找到ADCopy這個工具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去打開 甚至如果你 你 你甚至可以把這個定成一個排程 就是我們 定成一個排程 就是如果我們把這個 我們備份的排程寫好之後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檔案 我們搜尋到這個檔案位置 我們找到這個檔案位置之後 就直接把定到排程 我們可能每天 或是每小時 即時的去做備份 然後ADCopy來說的話 我們只要下ADCopy寫線問號 我們就看到ADCopy完整的說明 還有它所有的一些參數 像 它比較特別是說 我們的話 如果我們要做增量備份來說的話 我們可能會下寫線 XN跟XO這些 這些數值 就是我們會加上這些數值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差異化備份 然後 然後這些的話 其實在官方上面 其實都有少數的說明 但是這部分來說 都是需要大家再去研究的 因為大家的需求可能會不一樣 我看到有客人問說 如果有DB 有資料庫類 有資料庫的話 是要怎麼備份 然後比如說像 SE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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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的備份來說 這類型的備份來說的話 可能是需要說 用A9的其他的Solution 來做 這部分來說 如果你用ADCopy來Call的話 你基本上 你資料庫資料表 這樣Call 損壞機率非常高 因為 就跟我們傳統的方式一樣 我們傳統的方式來說 如果說 我在資料庫在沒有停的狀況下 我直接去複製資料庫 你的資料庫 回損機率大約是複製三次 會有一次回損 所以說這個方式來說的話 我們 如果有需求的話 到後面再留下資料 我們在 這部分來說 可能可以再跟你說明一下 因為 這個部分來說 是用其他Solution下去做 但是這部分來說 也是可以達到非常即時 然後像ADCopy的話 上傳的話 可以用這些指令上傳 這個指令來說的話 其實他的結構非常簡單 一個是我們就下ADCopy 然後第一個是我們來源檔案 然後在 然後中間這一行來說 就是我們所謂的目標 我們就是 在儲存體那邊 就是儲存體 我們如果去開設儲存體的話 你會發現他會給你一個 Domain Name 然後這個 你直接 你就把這個Domain Name key進來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後面再來是你認證金要 還有你要上傳的檔案 然後當我們 這是我們上傳的步驟 然後 下一張 我們再看我們下載的部分來說 其實他要做的東西 其實都一樣 相對來說 他只是把上傳跟下載位置 的檔案順序互換而已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我們要上傳的標的 然後第二個 沒有 第一個是上傳的資料夾位置 然後第二個就是所謂 我們要傳輸到的目的地 只要我們這兩個順序互換 就變成是上傳跟下載 然後這個 然後最後這個部分來說 如果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針對單檔 或是一個資料夾 來做傳輸 所以說我們可以把這個 我們可以就是 我們可以一直來說就是 我們把定路 我們只要把定路排成 我們就可以每天達到我們定時備份 甚至 你可以達到說 如果我是做差異化備份 我可以達到 可能是我五分鐘 我就差異化備份一次 這樣我在調資料 就算我的差異量比較大 只要我頻繁支持 我可能資料差異化 可能我這時候 如果我公司主機 這樣掛真的掛了 我調資料可能只調十分鐘 我可以 然後我就可以開始做我的 把資料傳回來的動作 我可能臨時找一台主機 把資料全部傳回來 然後 讓我公司的營業來說 可以正常運作 然後有客人在 有人在詢問說 ADCopy中 可以備份開啟中的檔案嗎 開啟檔案的部分來說 是在你本機上 這沒問題 然後 只是你在開啟檔案的時候 你在修改的時候 因為 它是一個一個檔案傳輸 傳輸的過程當中 開啟不會有問題 但是 你在你關掉儲存的時候 它可能是說 你排成已經結束 這個檔案已經過了 然後所以說 這個檔案會備份不到 但是如果你排成是比較緊密的話 你可能在下次的 排成進行中的時候 你這個檔案就 一樣會備份上去了 然後接下來來說 是ADCopy的複製來說 這個的話 就跟上傳跟下載是一樣 這個是 這個是 把A儲存體傳到B儲存體 因為我們有時候 如果我們在 我們是 運用一些 原段上面的 的服務來說 我可能是說 我可以在 我在A9上面開了一台主機 我可以把這台主機的備份 我就直接把備份到另外一邊 因為我可能是 我這上面 我可能在Web的主機 我可能有客戶上傳的資料 或什麼東西的 我需要同步備份 我這部分的 SLA要求比較高 這時候我可以利用它的指令 我就直接讓它 直接從 這個儲存體 傳到另外一個儲存體 而不是透過說 我們就直接 要透過主機再上傳 因為 再複製 這樣的話來說 可能還需要一台主機 主機在那邊應付 兩邊傳輸的資料 這樣比較麻煩 這個方式來說 可以 Copy的速度來說 可以快很多 然後這個部分來說 我們在備份的時候 像這邊比較特殊來說 我們在最後 你會看到 都會多一個 斜線SO跟斜線XN 只要 只要 去下這兩個指令來說的話 它就可以說 達到增加備份 因為 下這兩個指令的時候 它會先去將 它會去將 比對兩邊的檔案 當比對完畢之後 它會去把 有 差異的檔案 去做 呃 再做一次上傳 而它比對的標的來說 是檔案修改的時間 像剛剛有人在詢問到說 呃 正量備份 因為你只是開啟 你沒有做修改 所以說它檔案時間是一樣的 這個來說不會影響 然後 而且 然後如果 呃 如果發生說 呃 應該不會 不可能開啟不了啦 因為說真的 它只是 等於說一個檔案 做兩次開啟的這種感覺 所以說我們基本上 我們平常在剛剛開啟檔案的時候 不會有問題 然後 像另外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 像台灣品牌來說 像 這個是我們 台灣的 那 那是廠牌 QNAP 像 QNAP這廠牌 呃 台灣好像是叫威聯通 那威聯通這個廠牌的話 它其實 也有 原生支持 儲存體 儲存體的備份 然後像這種方式來說的話 如果 你們 貴公司可能是比較小型公司 你們可能用到的是威聯通的這個界面 或是 群暉 像這兩家的NAS來說 在台灣市場率非常非常高 如果你們是用到這兩家的設備 你們可以直接在裡面使用 去點選它的APP 點選它的APP之後 你會下載 然後下載之後 我們就去將我們儲存體的key 去鍵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 設定 排成一個web化的界面 我們就不需要用到指令 我們web化的界面 我們web化的界面 就可以直接設定說 我多久要備份一次 然後像我們的 像我們ADCopy來說 我們備份的話最短 可以到30秒備一次 當然是如果是說這個來 這個來說 也是要你們資料變化量不會很大的時候 如果當你們資料變化量太大 還是建議你們 建議你們 將備份的時間拉長一點 避免造成說一次備份完之後 一次備份還沒有結束 然後就直接備份下一次 這樣來說的話 可能會造成系統上錯誤 如果你的資料量一個小時傳播完 你會造成第二次傳輸失敗 而這時候 如果你的Storage有發生問題的話 你可能原本的 原本檔案差異可能只有一個小時 會增加到兩個小時 然後如果 所以這部分來說 可能是需要注意的 如果一些是 你這邊可能是一個 會大量儲存 比如說 你這是一個上傳的服務 上傳董網址檔案分享服務 這時候你做備份的時候 你可能要注意到 如果是有人大量上傳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你的備份不及 然後接下來說 接下來說 就是我們會做 backup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做完backup 我們有些檔案複製 我們知道隨時在哪裡 可以回復我們的東西 可是 我們backup來說 是一個 長時間的東西 因為我們系統 如果出問題的時候 我們只做backup 然後系統 我們把這些資料拉回來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重建系統 重建系統的時候 也需要時間 我們做backup 這些時間來說 我們可能只花了 10分鐘15分鐘 可是我們在資料倒回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要 是需要一天兩天的時間 當然是如果你資料量比較小的話 也是需要半天 有些公司可以容許半天 可是有些 比如說像 遊戲公司 遊戲公司來說 一個晚上 一個熱門遊戲來說 他的收入可能一個晚上 就是數千萬 這樣來說的話 你停一個小時 都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說你需要更進階的災難 災難復原計畫 然後當我們規劃災難復原計畫的時候 第一個通常會有四階段 第一個是收緊你的資訊 第二個是撰寫及測試你的復原計畫 第三個是正式建置 第四個是定時審核您的計畫 然後第一個部分收集您的資訊 您所需要的是說 您要知道說您要是什麼樣的復原 復原的方案 比如說您現在系統 您的系統可能有五台Server 十台Server 然後這個系統 這個主機資訊對你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當你系統有關聯的時候 你不能說我有五台Server 只回覆三台 這樣的話 有回覆跟沒回覆是一樣的 第二個我們需要建立在和影響的分析 比如說我現在我這些伺服器掛掉 我會影響到什麼地方 甚至影響多久 這個部分來說會影響到 甚至影響到公司會損失多少 這些都會影響到評估 另外還有就是我們的 備份來說 我們去怎麼去結合我們的備份 然後 加我們的系統快速的復原 然後第四個 第四個是我們的設備來說 我們設備來說 是不是需要更換 因為我們設備 有些是老舊的 那老舊的話更換 或是我們直接 更換降低 降低故障率 或是說 我們是需要買不同的設備 或多幾套設備 然後去做 我們當我們這些都有考慮之後 我們可以進行下一步 撰寫 以及測試復原計畫 當我們知道這些資訊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找一些 相關搜尋群 比如說像 微軟的 Sight Recovery 或是一些比如說像 其他家的 DR的方案 那這些來說的話 我們每一項都要測過 因為我們在做這些計畫的時候 我們當一旦出問題 寫這些 寫這些東西的時候 測試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是測試 上 上跟下 我們轉移到我們的 備份主機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考慮到 我們可能要轉移回來 然後轉移的過程來說 一定要順利 甚至 轉移完之後 我們還要算寫我們的SOP 以提供我們其他人員 做操作使用 因為一個公司來說 我們不會只有 我們的MS人員 或是我們的系統管理人員 而是可能這些東西 是需要配合RD RD部門 或是一些市長部門 去做處理的 然後第三 第三步 正式建置 當我們前面都 都測試完 將資料 資料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 我們做正式的建置 然後建置完之後 第四步我們就是要定時審核我們計畫 我們可能需要排 排時間 我們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 一年時間 就直接去做 我們相關的計畫 而這些計畫來說 我們可能是需要審核 而且是定時的去備份 而且我們需要 可能跟生產部門去做配合 配合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 配合的時候 可能是會發生說 我們可能需要 不好意思 請工庄部門 可以配合我們的 測試計畫 我們可能是 我們在業務比較不繁忙的時候 我們可能中斷了半個小時 我們去把降低壓切換過去 然後去測試說 我們這個 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用的 然後再把它切回來 而這個定時做 定時做這些測試來說 對公司來說 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們可能花這 這一點點的時間 然後去損失一點的金額 可以造成說 避免說 在一個尖峰時間 造成突發狀況的時候 我們切換不過去 這時候 我們可能造成計畫損失 我們這些計畫投入 就已經損失了 而且我們公司 公司上 可能營業 無法持續營業的損失也會相當的高 然後我現在有看到一個 有位先生的問題是 File Server上面的檔案是 有人開著編輯 備份管理員不一定知道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這其實不影響 然後像 因為 就算他開著編輯 因為他 我們來說 比如說像Word編輯 Word編輯的時候 他會儲 他會儲一個快取檔 當然如果是這個狀況的話 我們AD copy的話 其實是會將快取檔 一併備份過去 但是 呃 這個來說不會影響 因為 我之前做過的經驗是說 就算我開十個檔案同時編輯 這十個檔案會連快取檔一起備份過去 雖然他現在做的修改 因為他沒有存檔 所以說他不會有 他不會有備份到 但是只要他有存檔 他就是會跟著備份過去 然後只是 就是這個 這個做法上來說 其實應該是 User那邊 要注意的事情 這樣有點說 如果說他開著編輯 然後 然後備份 可是 我們有做備份 他覺得說可以 就是我應該隨時備份 可是他沒存檔 這就等於是說 他開了電腦 然後文件做完 就直接把關掉 沒存檔的感覺是一樣的 這個 這個部分來說 其實你 並不用太擔心 然後像我們市面上的 備份工具上來說 我們有AWS的Storage Gateway 或是Agile的Sight Recovery IBM Cloud也有相關的DR的工具 但是我目前測試的工具上來說 AWS的Storage Gateway來說是 我們如果是要被 我們是要做DR來說的話 它是一個相當成熟的DR方案 因為我們要做DR的時候 我曾經被一個客人問說 那我現在做DR上云了 那我回不回得來 我真的 我研究過各家的方案 那個Agile的方案來說的話 我們是上下 相對來說 只要做一份工夫 而不是需要多的工夫 因為有些方案來說的話 它是讓我們說我們出事可以直接上云 可是我們上完雲之後 我們被DR到那邊之後 可是如果說我這個 我只是做一個就是雲端的方案 可是我原本的設備都還用 我希望把它回來 這時候我要回來的時候 我可能需要Duntime把它倒回來 這個方案來說是一個比較不方便的 我們可能這時候我們就需要說 我們需要找一個我們相對來說容易做的方案 而不是找一些就是我們可能比較很麻煩的方案 然後像我們的Sight Recovery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將內部部署的VMware的虛擬主機 然後做DR上去 我們可以將實體主機做DR上去 像他也支持他的VM這些東西 我們都可以直接去做 像相對應的處置 然後 然後DR的部分目前就到這邊 然後請問一下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的話 我們請下一位 講師Bob 哈囉大家好 我是Bob 有人睡著嗎 沒有人回 好那我就繼續囉 那我這一段大部分會是講的是Monitory的部分 那這邊會大致上先介紹一下Microfusion 就是我們公司 那讓各位參考一下 那其實 Microfusion成立在大概民國96年 那目前員工人數大概20個 但是不要小看這20個喔 我們這20個的服務團隊 其實在台灣我們擁有兩個企業 那我們整個IDC的骨幹的背蹦大概也有96G 實體機器也有900台 那我們總共有大概20幾個人在為各位做服務 那我們的服務當中有ITService 管理服務我們擁有7乘24的人員去幫各位協助 各位做一些技術support啦 或者是一些monitory啦 或者是你有什麼問題我們都可以幫您解決 那我們有專業的服務 專業的服務職 我們人員都有各項的certification 包含像Cisco Linix還有像Azure的一些技術認證 那我們的SmartIDC 可以提供一些專屬主機 那這專屬主機可以依各位的需求去做一些調整跟配合 所以你可以在成本以及效能的部分取得一個平衡 那我們也提供主機代管 那我們主機代管因為一般標準的機房都會有全天候恆溫的操作環境 還有電力備份以及一些發電機還有UPS 那就是另外一個部分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有24乘7乘以365天的monitory的監控款對 我們有提供一些security包含以色列商 RedWave 那它有一些CloudWave還有Cloud DDoS 所謂的Wave不是We are Family 是Web Application的Firewall 它是針對Web去做一些防火牆的一些入侵式的偵測做保護 那Cloud的DDoS呢 就是如它的名字 它在做一些DDoS的保護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們也有提供SSL 那我們是跟TWCA也就是台灣的認證商去做配合 那我們還有另外有提供全球的內容發布 也就是所謂的CDN 還有影音串流一些media的串流的部分 還有所謂的大數據Sprunk做一些數據上的分析 可以讓你有即時可以達到做一些即時的數據分析 讓你可以看得到目前 比如說像Web上面有多少人 那或者是你的營收狀況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監控管理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提到的Monetory的部分 然後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ED配源或災難復原 就是剛剛可能上一個講是Elbe提到的災難性復原 那我們也有一些自動化的Web的應用程式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講Monetory的部分 OK 我們現在提到Monetory其實對大家來講其實它很重要 為什麼會說它很重要 它其實可以維持你的Service 在有效的運作環境下去運作 那你也可以預防你的Service有出現什麼異常 所以的事先預防以及維持不務穩定性 在Monetory幫你監控的時候 你可以設兩段的Threshold 在第一階段的時候它會先提醒你 你可能Loading已經到了一個階段 或者是你Loading已經到了60% 它會先有個預先提醒 你就可以去針對這部分去做一些檢查 那再來就是立即性 立即性的部分呢 就是當它發生了異常的時候 我們會有專人直接通知 讓你知道說你的Service哪裡有異常 或者是哪一個監控出現了異常 所以你會再出現異常的馬上知道 所以你會去金額修補 以減少的你的Down Time 那透明化就是你監控的東西 其實你都會有Web可以即時去看到 那目前的狀況怎麼樣 或者是一些什麼樣的狀況 都可以直接從Web上即時看得到 那成本控管 它可以幫你去達到一些 譬如說你可以看得到你平常Loading 平均的Loading大概有多少 如果你Loading很低 那是不是有需要 把設備做一個Downgrade的動作 那如果Loading一直持續很高 你可以去將Server做一些Upgrade的動作 所以可以協助做一些成本的Costdown 那其實Microfusion來講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NAC的中心 那NAC的中心其實建置還蠻麻煩的 而且費用上也還蠻高的 那費用上其實會包含一些像你的監控系統 還有你的一些support技術 甚至於到異常的通知 你可能要7×24的人去通知 或者是你有些人員需要去做養成 還有你的一些Maintain 或者是一些系統管理 還有你的人員管理 那像現在因為新的勞基法 所以你的上班時數 你需要7天休2天 那包含人力這部分 其實都會有一些蠻麻煩的地方 那NAC其實要組成一個NAC NAC其實價錢還蠻高的啦 包含你的監控主機 那如果主機要監控的部分 比較多 那我Server可能也要比較多台 那包含你還要有7×24的人去幫你做監控 所以你會有值班人員 那依照目前來看 我們抓5位去輪班 那5位你還需要有一個管理人員 所以我們大概抓6位人員 還有包含你的監控系統 你的通報系統 還有你值班的手機 你可能要對外 你可能要做什麼 其實這樣換算下來 一個月應該需要大概個2-30萬的開銷 跑不掉 那Microfusion NAC 它其實在我們的標準機房裡頭 那在我們的標準機房 有通過ISO27001跟ISO9001的國際標準資訊認證 那我們也有7×24的全天候安全監控跟即時回報 我們有7×24小時的call center 就是你出現什麼異常狀況 你有什麼問題要問 你可以播我們的call center 我們會有人員可以回覆你的相關的問題 我們也support了Tiki system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login去發送問題 我們也會有人馬上為您服務 那Microfusion NAC 在的機房台電的供電是跨區雙電源供應 也就是假設當中有一區是停電的 我們還有另外一區會有供電的狀況 所以不用擔心會有停電 而且當地會有N加1的發電機做待命 那監控網路的部分呢 SLOA其實高達99.99% 所以不用擔心網路監控會出現異常 那即時網頁的呈現 就是你可以直接透過網頁 Web的方式去看到你目前監控的狀態 那我們也可以幫你們去客製化你的dashboard 你想要看到什麼頁面 你想要監控什麼樣的狀況 那我們也有event的歷史資料留存 還有你的異常分析報告 那報告的部分這邊先透露一下 他可能可以做到每週每天甚至於到每個小時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我們還有提供其他的相關的security的solution的service 所以如果你有治安的需求也可以透過我們 那接下來我們會講一下我們能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以monetary來講我們可以跨cloud 不管你是在哪個cloud 或者甚至於在機房 就是我們俗稱的一般的IDC 我們都可以做 只要你網路是通的 我們都可以幫你做監控做服務 那我們還有technology的support 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幫你做協助 以microfusion的阻止來說 解決客戶的痛是我們主要的目標 另外我們還有7x24小時的monetary ticking system 還有7x24小時的call center 最重要其實monetary的部分 我們有sla的做保證 那monetary能看到什麼東西 其實像一般的infrastructure的monetary service就是像你的http 或者是你的db 那甚至你的API 這些其實都可以做monetary 還有你的web 我們也可以去幫你的web網頁做一些monetary 像一些state code 或者是一些header 這些都可以做 還有你的networking的monetary 我們可以去監控你網頁流量 或者是你GT的流量 這部分其實你可以預先做判斷 如果今天假設有被人家做攻擊 或有什麼狀況 你的網路流量頻繁會突然變大 那你其實可以在這個地方 有預先的看到一些 一些應該算微樣的狀態 然後我們也可以幫客戶做一些customized monetary 你可能想要監控一道API的什麼東西 或者是你想要監控到一些 一些比較細項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做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也可以提供report report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每週每日甚至到每小時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提的 realtime的web的portal 你可以上去看 甚至你可以自己去點 看一下你大概聽 可能你可以甚至可以看到 昨天晚上六點到八點 你哪一台機器loading比較高 哪一台loading大概在多少 那infrastructure的monetary 它又包含了一些機器本身的部分 像一些memory啦 CPU 甚至於diskio 或者是你可以去監控你的disk space 那service 那service的部分呢 可以去監控一些apache的memory 或者是你的apache使用狀態 一些performance 或者甚至你可以去監控你的API的loading 那name walking的部分 我們剛剛有稍微提了一下 其實你可以從這邊去看得到 你的進出大概有多少 平均大概有多少 甚至你可以算到你的total 有點類似像mrtg的方式 在看也可以 都可以幫你們做一些customize的動作 那接下來我們會提到一個report的部分 那這畫面上其實可以看得到 我沒有提到 那比較特別的是 你可以依照你的report去看 這週跟上週出現的alert 比例大概差多少 有多少 那你可以去往上一個禮拜 或者是下一個禮拜 做一個慢慢慢慢的進進的目標 那你也可以看到我們左下角的地方有 小時 那上面有一個有點像馬賽克的方塊 你可以點進去看 它的alert的項目 可以幫你記錄到hourly 或daily 或weekly 那這邊就是weekly的daily的report 那這個地方其實會有很大的參考值 也就是如果假設我昨天晚上6點到8點 或者是我平均下來每週一或週二的6點到8點 都會在同一台機器上出現alert 那這時候我們就去看是哪個監控出現的alert 也許你可以看到昨天晚上6點到8點的時候 出現的是HTTP的loading過高 那我們就可以去看一下 是不是他當下有做什麼活動 或者是你的concurrent是不是太高 或者什麼狀況 那如果判斷這些都是正常 那我是不是有需要新增server去做一些low balance 或者是做一些share的動作 那或者是如果不是這些問題 那我們再去找是不是程式上或者其他地方 有什麼問題可以做修正達到你的穩定性 那這就是hourly的report的功能 那在上面其實也可以看到一些顏色的深跟淺度 那就可以去看一下他 從那個顏色的可以判定他出現的狀態跟次數有多少 那好不好 好這是我們公司目前其實有在服務的一些廠商名稱 那其實都還算蠻有名的 好 那個 接下來這畫面其實會提到 如果你要做這個monetary 會不會很複雜會不會很麻煩 那其實以Linis來看的話 他其實只要下一行指令 按下Enter 你等他大概三到五分鐘就做完了 他就可以幫你提出一些相關的資料 或者是去幫你做一些 譬如說我們剛提到的HTTP 或者是一些你要的monetary的部分 那Windows的就是也是一個 執行檔去安裝完之後 他就可以正常去幫你做一些monetary 所以來說安裝上其實不麻煩 也很簡單 那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我們請Albert先解答一下 剛剛上一位有提一個問題 你好 如果是在Fileserver上面的共享檔案來說的話 如果他有做存檔的動作的話 其實是被分得到的 而比較特別是說 如果是在共享檔案的部分來說 他共享檔案 他其實會持續存放在他的快取檔案裡面 然後可是如果當有 當共享檔案的人 他有 他其中一個人有按下存檔的時候 他其實會把存放在 檔案裡 就把存放進去 當他存放進去的時候 就可以 他在備份的時候就會備份得到 而不是說他主要是存 這個方式主教取決於 客戶有沒有去按存檔 你的user有沒有去按存檔 其實有按存檔基本上都是被得到的 這不會有問題 這不會有問題 好我們謝謝Albert精闢的解答 那各位有什麼問題需要問我的嗎 不好意思眼睛有點不是很好 所以有漏掉的一些問題要看 有位提出HTTP的Status Call 像5XXServiceArrow 或是XX3XX2XX的這些東西有辦法做監控 這是可以的 包含像我們可以去設定一些 你要的回應狀態去做監控 這個都沒有問題 包含甚至於像HTTP的黑的 其實他都可以去抓得到可以做監控 那你可以指定一個 我如果不是在這個的數字上 或者是不是在這個的狀態下 他會給你出現一個Alert 這是沒有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 是服務80330653 這應該是POR 53432122POR 是否可以做監控 可以只要0到65535 你又要使用 這個都可以做監控 那還有什麼問題嗎 OK我現在看到有個問題是智慧監控 有其他的開運軟體能做到 我們家有什麼優點跟優缺點 其實監控的部分 我也知道有很多像一些免費的軟體在做 那也有些是付費的像花子UP 他也可以需要他有在賣 也有在做付費的動作 那監控的部分除了我們剛提到的 我們可以幫客戶做Customize的動作之外 我們還有7成24小時 可以幫你專人做監控 那這部分來講其實依客戶端來說 他可以節省掉蠻大的人力的部分 其實公司的出發點是這個 這樣子的狀態 就是我們負責做Infa 的一些Maintain 或者是監控這一塊 那客戶端呢 其實可以專門針對他的專長 或者是也許你們專長是RD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部分 也開研發啦或者是行銷 那Service這一端我們做 那只要客戶端專注於那一端去做 發展我們負責這一段 那所以優點呢 應該是第一個部分是人力 第二個部分是我們的技術support 也就是如果你在遇到有什麼狀態下 我們都有人可以幫你做support 而且是7成24小時 365天部件段 好 那如果對於產品跟服務有更多的了解 這邊也提供我們業務夥伴的資訊 歡迎直接聯繫我們 那因為我們辦公室也要搬新家 所以前面這支電話會用到這個禮拜 下週開始大家請打後面那支電話 8502 0816 那我們有兩位業務的資訊也都放在上面 歡迎大家聯繫我們 那另外也請各位幫我們填寫線上的問卷 完成後就可以獲得Microsoft新美小禮物一份 那我們活動就在這邊告一段落了 那這邊祝大家新年快樂 拜拜 不錯 好的 感謝 謝謝 沒有